金龍潮進公園外海出現一艘漂流漁船 其他有船接近一看 卻發現船上空無一人找不到船長 海上出現了無人漁船 但引擎還是發動著 海巡貨報出動協須自動船長 經過調查 這艘八斗子漁船龍勝號 19日傍晚由船長駕駛出海釣魚 但接著就沒有返航 海巡貨報展開搜尋 一直到20號早上 都沒有發現船長身影 召集的家屬來到港邊 中午在金融區域會協助下 暫時將漁船拖回漁港 海巡員持續的搜救 希望能夠盡快有好消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谢谢观看